大家好,我是桑普,继续和大家延续上一节的讨论 都是关于美国的新闻,今天大家很关心美国总统的电视辩论 第一场辩论,9月第二场是ABC,我们先不要说电视辩论 我们看一个7月1号发生的事,7月香港发生很多事 也在台湾都有纪念活动,我先不说这些 这个也是我们温存心里一定要记得香港的事 但我们的西市、东明街、学问、人情、连达、职文章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尤其对于美国的情况牵动太大,中国、香港、台湾、日本和欧洲各地都会受影响 接着7月4日英国大选、7月7日法国第二轮大选、7月15至18日 就是中共的三中全会,接着月底有巴黎奥运 所以今个月会很精彩 我们首先会说回美国7月1日打响头炮的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川普VUS 结果是特朗普赢的 做出这个历史性的裁决 激起很多左派的媒体 甚至是所谓的自由派学者 因为大家要正其名先 通常在美国的语境之下 左派Liberals民主党是一构的 右派、保守派、声称Conservatives和共和党 是一构的 这个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形式 那么 基本上自由派基本上就是 不是一定读信这个基督宗教 而他认为man made rules可以改造好世界 还有这个 左派的美国马克思主义 在里面有很多变种在里面去玩的 至于右派 基本上是讲基督宗教精神 God made rules 就是讲到最后 就是涉及到我们尊重自由的经济 但基本上更重要的法律与秩序 而这件事是涉及到 我们对于人的规划 而是我们必须要奉行 真善美信王爱 这些东西 你不是说左派完全没有这些思想 只不过左派有很多的蛊惑在里面 而这些蛊惑的出现 就是涉及到 马克思主义的本身 以及各类的变种 变种可以用一种 议员对立分法去看问题 这个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我们经常都要提醒自己 这件事我们必须 就算我自己都要反攻自圣 这件事很容易挥入这个所谓的陷阱里面 这个就是基本的名词先语定义先 这个美国联邦组国法院 做个历史性的判决七一号 判定这个总统行使 憲法权力 权力是享有绝对豁免权 是免于刑事起诉 而行使宪法的权力 基本上涉及到 行使公务行为 official act 其他的公务行为 应该是 presumptive 推定是有豁免权的 总之行使宪法权力 绝对豁免权 行使公务行为 这个据在判决上 我常常都会强调 将会说到 outre perimeter 就是阵外的元州 即就算你如何推出去 只要有蛛丝马迹 涉及到它行使公务行为 official act 除非你说的 official act 是不exclusive的 这个official act 是它必须要和国会 分享权力的 这个另解 否则你只要是涉及到 exclusive authority 行使的official act ok 即是它总统的权能里面 可以做到 而且它做出来的official act 这个就是 presumptive 是一个推定 是获得豁免权 除非能证明这些行为 超出公务范围 并强调 这个决定未让总统 凌达法律的 即我们会再重复 详细地讲这个 判决的书的证文 换言之 两类核心部分 行使宪法权力 绝对豁免权 没有反正推翻的必要 核心权力以外 在这个外援州以内的公务行为 推定有这个豁免权 至于最外围的那些 即在援州外的非公务行为 即是私人行为 就基本上是没有豁免权 即是比如说 你做了那个期间 在那里轮奸人 在那里打劫 在那里杀人 在那里放火 在那里贵努 这些就是非公务行为 没有公务叫做贵努 这种情况的话就叫做 没有豁免权 那现在呢 就是在哪个地方有争议呢 那法院罗列四样东西 那四样东西的话 有一样东西法院已经宣告 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 争执的余地的了 就是侵侵和司法部之间的沟通 即基于总统的职能 和司法部之间的communications 这个是行使宪法权力 行使得好与不好 正确与错误 多好多坏 并不是司法可以干预的东西 你可以下一次不投他票 但你不可以用司法来干预 不可以过度夸张 用权力分立原则 使得他整个完全崩溃 所以这一点 侵侵和司法部的沟通 有绝对豁免权 免于刑事起诉 至于另外三样东西 包括他想阻止这个Mike Pence 去宣誓 包括他被声称 这个事实上任务也好 即是他被声称先 就是说他要创造Fake Electors 去各州取代原来的选举人 以及最后来说到1月6日 国会山莊那个所谓的暴乱 是否有推波作能作用 鼓励人去冲 这三个情况 联邦最高法院就说 这个属于推定有豁免权的范围 那你就要交给District Court 这个地区区域法院去处理这些案件 联邦最高法院就说 联邦最高法院是做Final Review 不是做First Review 所以就说应该交给他们逐审 那如果这样搞法的话 肯定在这个今年的11月5日之前 是没有可能展开这个 即是展开审判的一个大问题 甚至审判有判决都需要时间 那肯定不会在这个大选前 会有这个判决结果 会然之很多左派 即是民主党人 想去洗到侵侵 用官司纏扰他 weaponize 了这个司法机构 想做这件事 不得要零 It is too late 而联邦最高法院 亦都在他那个会期前 最后一天颁布了这个重要的判决 联邦最高法院7月1日 是以6比3的票数通过裁决 同意的是6名保守派的大法官 其中有3位是侵侵 任内任命的大法官 联邦最高法院的所有大法官 总共9个人 3个人反对自由派 那通常一些事没有争议的话 或者是很少争议的话 那通常不会用保守 可以自由地去判决内容 有很多情况都是 不是6比3的 可能是5比4 可能是9比0 但是一遇到一些 比较严峻的问题 牵涉到重大的 左右价值观冲突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下 通常都用6、3去判决界线 六个保守派 三个自由派 不是说两种思想 就要50、50 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是终身制 做到死的 ok 除非你自己辞职 否则是做到死的 那 死了之后呢 就要由这个 特朗普提名 由参议院去同意 那不要忘记 参议院有一段 比较长的时间 是保守派 即是共和党当道的 后来才被民主党当道 那共和党当道的时候 特朗普提名 特朗普提名 参议院通过 那时刚刚禁销 这三个以前的法官离职 都被特朗普捕空权 那你除非现在这个时间 你发现六个保守派的大法官 有任何人冬瓜豆腐瓜老称 否则的话 或者自己辞职 否则的话 就不到拜登去逮捕 OK 那这个真是是也明也 有时候真的 It's God's work 有时候不是 到人可以决定到 那你说好不好呢 这个制度 你可以很多个评价 例如以台湾为例 台湾的这个宪法法院 就是宪法法庭 即宪法诉讼制度 是由司法院大法官去主持的 这些大法官有时是没有法官资格 大法官和法官是不同的 OK 法官是终身制的 任何 即民主自由国家 绝大部分都是终身制 台湾都不例外 但是台湾的大法官 根据宪法的增修条文 是只有八年任期 一任 不需要四加四下 一任就是八年任期 到期 就必需要走的 就不可以连任 也都不可以再各族 以后都不可以做大法官的了 简单来说 这样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好呢 也都未必好的 即譬如今年 这个 去到 十月尾 就十五个台湾的大法官 会有七位 同时候任期不换 那这个时候呢 变成了 做总统的 可以提名 立法院 现在是蓝白 过半了嘛 就卡在那里了 即会有些 这样的情况出现 所以你说终身制 你以为 美国那种大法官终身制 那会不会导致 刚刚的结果呢 可能会 即是六对三 比个行定 除非有人 刮老衬 都不知哪一边 刮老衬 台湾这一只 每个八年任期 每个任期 八年很多时候 不拍齐 可能有八个人 七个人 今次七个人 是十月尾 到期 那接着呢 怎么办 任期结束 就离开了 那剩下几个 就只有几个了 就会形成非常奇怪的局面 所以这种很 random的问题 也都是很多国家 需要 tackle的问题 但是很难的 因为这个既是法律问题 也就是政治问题 是宪政问题 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 有时候 因为制度设立了 我们就要服从这个制度 产生的各种 任意性 随意性 比如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你又不能民主选择大法官 因为法律 是科学 不是民主 这个叫做蔡先生 不是德先生 所以法律本身是一个science 法律本身不是一个民主选举 你不能民主选法官出来 民主要选民意代表 成为了总统 成为了行政部门的人 成为了立法的重要的国会议员 但你不能选法官 因为法官是专业 这个专业是奉行science logic common sense precedence 很多法律上的一些案例 和法例 法条规定 所以这件事比较特别 OK 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Jack Smith 史密斯在去年8月以四项罪名起诉侵侵 指控他在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之后 密谋推翻选举结果 散播选举舞弊的谎言 导致了国会山庄2021年1月6日的暴动 阻碍国会确认 Joe Biden赢得选举的程序 这就是Jack Smith整个起诉 有四个罪名 川普只是赢部分 错 川普是赢了 因为川普的律师一直主张 不是全面的豁免权 是对于他任内的公务行为 official acts 是有绝对豁免权 而这件事 六位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判决yes的 他只是分成两个层次 一个核心就是行使宪法权力 绝对豁免不容反正推翻 而在外围 outra perimeter 里面的公务行为 推定要有豁免权 其实很难用反正推翻 除非你能证明那些事 和公务完全没有关系 这个判决完全符合川普的意思 所以我想川普的律师团 绝大部分的主张 尤其是说这件事 是基本上是大致上 是得到他想要的核心的了 川普的律师团从来没有主张过 对所有的总统行为都享有绝对豁免权 这个显然不合理了 是对公务行为 但是公务本身official 现在是ill defined 那define 如何define这件事呢 这个法院是作出一个 不是一个清晰界定official 这个字 但它形成了几个重要的parameters 一个审查标准 所以我们会讲到 这个做法是意图 他认为 拜登方面认为 川普这样做 然后法院这样判 就会拖延法院的审理 OK 那联邦地区法院district court 去年12月裁定川普 不具有刑事豁免权 川普律师团就向联邦巡会上诉法院提出抗告 今年2月被驳回 于是去到最高法院 在7月1日作出重要的裁决 这个判决是指出 总统的公务行为享有绝对豁免权 非公务行为是没有的 这个是用二分法来做 就是official act和unofficial act来做分别 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首例的判决 第一次指出总统是有刑事豁免权 那为什么以前没有 因为以前没有告过总统 尼克逊、克林顿那些丑闻都没有真的被起诉 而这个是这么多届的总统 唯独是第45届的总统川普被起诉 所以这个不会构成对宪政的这种 无中生有的问题 而是要确认在美国宪法的很多founders 他们的一些基本信念是什么 然后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这个判决 是第一次判决 没有所谓retroactive的问题 因为之前没有先例有一个前总统被人告 或者现任总统或前总统被人告 这次是前总统被人告 结果就是说这一次是真正新的判决 没有所谓以前的所谓的即非城市的问题 因为没有先例 至于侵侵被起诉的行为中 哪些属于公务行为就是下级法院的澄清 所以怎么定义official act呢 他就是说我是the last review 你们应该要做first review 那你们要怎么去看这件事呢 就是做一个指引 然后被下级法院根据事实去做判断 这个就是司法本身的尊重救济权利 remedies的权利 以及尊重下级法院的这种权能的表现 判决书也指出 关于前总统是否有豁免权 以及豁免权的范围问题 应该检视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 根据这个权力的性质 前总统任内的公务行为 有某种程度的豁免权 至少在核心宪法权力方面 是有绝对的豁免权 其他公务行为已经假定享有豁免权 除非能证明这些行为超出公务范围 只要非公务行为就没有豁免权 裁决书说明 总统执行宪法赋予权力的时候 国会不能干预 法院也不能审查他的行为 国会不能以法律将总统的这类作为定为犯罪 法院也不能起诉 原因是因为 他要保持总统在vigorous的情况之下 勇于作出他自己的决定 而不会被绑手绑脚 就是我会讲到 而这就是川普在判决前一直讲的一点 要有总统豁免权 避免总统担心下台之后 或者在任内被人乱语起诉 其实这件事就涉及到 行政、立法、司法权力的划分问题 那现在划条件就是official act 立法、司法管不了 unofficial act管得了 这个是基本的原则 因此最高法院认为 总统在他专属憲法权力范围内的行为 有绝对豁免权 免于刑事起诉 划条书也指出 并非总统的所有作为都是公务 非公务就是无豁免权 总统并非凌鸽于法律之上 至于侵侵在国会山庄暴动案 作为公务或非公务 大法官就在裁决书中提出几个考虑原则 但最终的分析要由下级法院决定 这个讲法一出来 拜登立即出来七了 就是不断狂骂 他说 最高法院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Dangerous President 他强调 美国没有国王 人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凌解法律之上 包括美国总统 不好意思 我想在很多宪政民主国家 你稍有涉及国际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宪政宪法制度 包括中华民国总统在内 包括日本的首相在内 包括英国的首相在内 包括韩国的总统 法国的总统 加拿大的总理 都一定在任里面有所谓的豁免权 Immunity 美国差不多是石果仅存的一个民主自由国家 一直没有这方面的先例 为什么呢? 憲法没有规定到 明明没有规定 而之前没有任何司法判决 是一个总统被告的 是吧? 韩国一大堆 台湾更加多 也有个阿扁 阿扁就很生 抹生生的例子 所以你说这个已经有先例 但美国是没有这个先例 是吧? 所以这一点呢 就需要划一条线 究竟什么是 Official Unofficial 问题 OK 如果你说 拜登说 这些完全不可以的 不可以有豁免权的 我想是 违反了一些 宪政民主国家 大多数国家 的 Presidential Immunity 的一个原则 这个Immunity 不是 就是 全面的 一定是 对于有些东西 不可以有豁免权的 难道你杀人轮奸强奸放火 偷野 偷骗 拐骗 接着恐怖分子 绑架组织各方面的东西 你做尽反毒 花钱 你都贪污腐化 难道你都会有豁免权 那当然不会了 这就是unofficial act 现在说就是他基于总统的身份 发表的言论 做出的行为 对于错都口留给选民在每四年一次的选举决定 而不是由法院去说 这件事是不可以做的 用这件事来干预 这个不行 否则怎么做总统 怎么能够勇于任是这个问题 据路透社的新闻报道 拜登在7月1号的晚间7点45分 即是香港或台湾的时间 7月2号的早上7点45分 针对最高法院裁定 发表演讲 他表示 最高法院7月1号的裁决 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切 意味着美国总统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是一个危险的先例 当然错了 unofficial act 是不会被豁免 为什么说美国总统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呢 你说什么呢拜登 什么叫dangerous president 那这个6比3的情况你一定要服从的 最高法院有个判决 你不可以说你扔走他的 不行的嘛 你要服从的 你说这个危险的先例 那请问你没有remedies的了 all remedies all remedial actions are exhausted 就是完全耗尽了所有的东西 那请问你怎么去 告诉大家 你怎么处理呢 没有 那你为了危险的先例 就是说你谴责司法 你应该要去 你顶多会说我对这个意见有保留 但是我会尊重 是你一个做总统应该做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完全说假话 即是fake news 说美国总统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这句话怎么来呢 刚刚我说杀人放火强奸 老人勒索 是不是可以为所欲为呢 no 是吗 可不可以反毒啊 可不可以洗钱啊 贪污啊 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 不可以啊 怎么可以为所欲为呢 那何来一个危险的先例 你可以不同意 但是你必须尊重 因为你出于一个三权分合之后 美国是一个国家 你要怎么去做到这件事 你要尊重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 这些基本的humility 欠信都没有 是吧 拜登说美国没有国王 在美国没有人可以凌解法律之上 他表示美国人民必须做出决定 攻击民主的侵侵是否适合担任总统 有一个铁标签 就是说自己保障民主 人家攻击民主 侵侵怎么攻击民主呢 侵侵攻击民主不跟你选 立刻拿军队把你整走 拿些民兵跟你来叛变 你知道有些台湾人很愚蠢 他们问侵侵可不可以拿一大堆地方民兵 因为持枪权 打入白宫杀了这帮人 No 他没有这样做 也不会这样做 他怎样去攻击民主呢 是吧 你说那四个犯罪你要起诉他 人家都说这些不论 不论 因为法院不会判决这些 法院不会容许这些起诉 你起诉法院应该不受理 official的话不受理 unofficial的话就会受理 他有犯罪的就判他有罪 那他怎样攻击民主呢 这个制度在这里 风雨不动安如山 何来攻击民主呢 最后拜登就说 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 常常拿上帝出来说话 我真的觉得好笑 是吧 愿上帝帮助保护我们的民主 那除了拿上帝出来说事之外 你还说些什么呢 大家知道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侵侵当然认为是 宪政与民主的重大胜利 这个毫无疑问 那无论如何 这个裁决一定会延后 对他指控 说他企图推翻 2020年大选结果的审判 一定会推到 起码今年11月大选之后 才会发生 ok 这个是大家要明白